大三那年我在图书馆里遇到了那个他 和他交流任何事 他的反应都是我不知道我不所谓 而当时我对任何事都很关心 这样的反差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当我们从图书馆走出来 路灯洒在他脸上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他真的好漂亮 起初我不知道该怎么追他 就从书里总结了一些方法 首先相处得张持有度 有必要的陪伴也要给他自己的空间 其次心态要稳 不要为女生不回信息而焦虑 哪怕他有事不理我 我就当是自说自话展示最真实的我 最重要的是要一起去做平凡又新鲜的小事 我会带他去走没有护兰的独木桥 留下专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 就这样我们走到了一起 但恋爱中总免不了有矛盾 我会买好花和好吃的再去哄她 看到她有原谅的趋势就赶紧认错 我觉得哄女生要有积极解决问题的态度 给她出其不一的惊喜 做出切实可行的承诺 千万不要花大饼 但后来因为临近毕业 事情变多 在一起的时间变少了 久而久之 我们选择了分开 未来 我想找一个相对成熟 相处默契的女生 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对方的心意 有共同的爱好 有属于我们彼此的小世界 金杨阳 男嘉宾你好 我刚看到你的短片里面说到 那个女生刚开始 就是对你无所谓 不感兴趣 然后你就是特别感兴趣 你就因为这个更喜欢她 觉得她不喜欢我 她好酷 还有后面你发很多 聊天信息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女生不给你回消息 这个时候不要焦虑 我有点好奇 你是不是那种生活中 比较喜欢有挑战感的那种 对 我生活中非常喜欢挑战 但是对女孩来说 不是说别人越不理我 我就越要追她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 只是当时就是莫名其妙的 就可能有一见钟情的一个成分 然后就对她开始穷追猛舍 穷追猛舍 是什么意思 穷追不舍 穷追不舍穷追猛打 她绕一块了 猛舍了就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就是女生真的对另一个男生 完全没有意思 然后再穷追猛打 会不会让对方有点害怕呢 我这个穷追猛打 它是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好的 我这个穷追猛打